有人说 宇宙就像黑暗的森林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在这片森林中 任何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将迎来灭亭之灾 也有人说 与登陆火星相比 保护我们脚下的地球也许更切实际 他们说的或许都有一点道理 但是 人类对头顶上这一片星空的好奇 却是我们这个种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根基 从远古到现在 我们的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 走出了草原 把足迹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 诞生出无数璀璨的文明 但今天 我们从旅行者一号探测器 在海王星以外拍摄的那张照片里可以看到地球 这可以有着四十五亿年历史 承载数百万物种的天体 仅仅是悬浮在阳光里的一粒尘埃 我在想 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不到任何外星人的踪迹 因为也许大多数物种 在还没有来得及走出它们所在的星球 就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 生命之光何等随落 只有向着星辰大海不断前进 去寻找新的家园 才能够让渺小的我们 在浩瀚的宇宙里 成为星星之火 点亮生命的灯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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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我愛你 我會想說我愛你 我會想說我愛你 1 2 2 3 5 5 6 6 7 8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6 16 15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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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 17 16 16 17 17 17 好会啊 他好会啊 救救收尾 救救收尾 哇哦 哇哦 baby 在这里 会感受到 有浓烈的那种 东南亚风味 现在到了参观时间了 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是龟桥文化馆 哇哦 哇这里好漂亮 真的以为去了巴厘岛 哇这个好可爱 在拖着自己的脸 打卡胜利 快点拍照 我也要 我跟你一起拍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旅游团来参观的 哇哇哇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的介绍 1951年 印尼华侨乘坐 英轮船回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把侨胞分批 接回祖国 所以有756名 马来西亚的难侨 来到了万宁现金内 安家落户 所以他们成立了 这个国营的新龙华侨农场 那等于这个农场 好早好早了 其实这个华侨回来之后 还带来带回来很多 在东东南一带 不同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然后包括他们当地的一些植物啊 或者是一些饮食的一些方式 还有这些建筑也都是 对对对 哎 这一月的时候 对我们去看一眼吧 哎呀 我们在演出 我们的演出 马上开始 有个戴面罩 戴面罩的 我们还忘动过呢 我要用三星SR拍一段Vlog 舞技非常的博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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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plans 可 这个 然在那个面具的朋友长得很可疑 不太像个正常人 而且经常忘动作 你绝对是划水 我跟你说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我那人 这么黑的朋友 真的不常见 赶快想一想 牙齿还特别白 我们的朋友里面有 牙齿特别白 我穿下你的面具 大家好 我是武嘉藤 各位大家好 欢迎一下我 其实新龙算是我第二个故乡 为什么 新春你也是 就是我经常回来这边玩冲浪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特别好吃的东西 你们饿了没有 你最喜欢吃是不是 对 我最喜欢吃 这边是聚集了很多东南亚的美食 你看到那边没有 这就有很多小吃的 有 这那边 对 那边有好吃的 我要去吃东西吧 这有个大叔 我这 大叔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是本地人吗 你是本地人 你是本地人是吧 对 我在住了六十多年了 他住了六十多年 他住了六十多年 从印度尼西亚 从印尼回来的 回过来的华侨 回过来的华侨 还要吃这个 你好 我们每人都有咖啡 然后都要有冰淇淋 那就一样来一份吧 欢迎美女帅哥来到新龙 谢谢 谢谢 先向大家介绍这些美食 这些美食 九层糕 华侨粽 华侨粽 那是木薯球 糯米条 你们现在吃的这个甜品啊 当地人叫印尼清古梁 印尼话叫做 也叫角花 那这个是新龙咖啡 当地很有名的 我们这里种植 这里加工 每个新龙人 每天早上都喝上一杯咖啡 像这种新龙咖啡的咖啡豆 也是从南洋引进的吗 对 就是当年五六十年代呢 龟桥回国的时候带回来 那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1960年 当时我父亲在印尼生活几十年以后呢 他有个梦想 叫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所以你就把我们全家带回来 住在祖国 落户在新龙华侨农场 那当时跟您一起回来的有多少人啊 当时我们回国的时候呢 60年到61年这两年的期间 全国已经结回了 十一万六千名 印尼桥桥 这十一万六千名安置在 全国八十四个华侨农场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慢慢地长大生活 也有个梦想 梦想把我们的祖国 建设成繁庸昌盛的一个国家 把新龙建设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因为新龙就是我们的家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环境 这么漂亮这么舒服 也是经过所有的 龟桥的努力 一步一步才把这整个的新龙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 才有这么多新的一些创业的一些环境跟机会 所以是真的是了不起的 改天有空的话 我带你们到新龙的咖啡馆 那咖啡馆那边风景融化 种植了一大片的咖啡 还有其他日外的水果 我们去到那边可以平散 当地生产的咖啡 当地生产的咖啡 还可以摘起来椰子 摩托蜜 哦 椰子 爬上去吗 不用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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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这都已经矮化了 矮化了 矮化了 不用怕树 培梁了 海南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叫做太空一种站 太空 太空一种站 野人叫航天一种站 把我们这日带的植物的种子 带上太空 然后回来可以更有良的日带植物 我建议你们有空可以在那边找一找 好 谢谢 会长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很有意思 整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你可以带我们去看吗 大家别急 先把这美式把它写进来 兄弟们上 上 上 吃不完你们没力爬山 因为咖啡股是一个山 要爬山 要爬山 没关系 反正这两个地方 要不然我们可以分组去 可以 我去一种中心 我想做咖啡 那到咖啡股的这个我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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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回平康师部绿桥 姐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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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大家旅途愉快 收获满满 下一站 哦 那我们出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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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做几份工作 东南亚的很多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 会有很大的改变 你俩好像海尔兄弟 穿的也一样 大雷又下雨雷欧 下雨又闪电雷欧 死亚管一个年代 我都没听过这个 天狼穿脸欧雷欧雷欧雷欧 天狼穿脸欧雷欧雷欧雷欧 这些单 航天育种中心 我们到了 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 咱们这个研发中心 是咱们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下属的一个单位 探索浩瀚宇宙 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对 这句话是咱们习主席 对我们中国航天的一个寄托 这个是咱们的太空南瓜 这是一个模型 真的吗 真的比这个大 真的有大概400 400多斤 咱们这个太空玉种呢 就是说将咱们植物的种子 或者种苗 在太空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因为在太空中 危重有失重状态 而且在太空中呢 它有强烈的宇宙射线辐射 对植物的染色体验 它会形成这个破坏 被打断以后 它植物有很强的这个伤口 它就会慢慢的将这个 打断的基因链条 它重新会连接起来 但是它连接的时候 它会产生这个缺失 错位 导致 重复 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这个排列顺序 就发生了改变 这颗种子上了太空之后 回来 它就可能就不属于 它母亲那个 对 对 它和它的亲本就有改变了 变异 就有区别了 基因突变 嗯 有了基因突变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种 这就是这个 太空一种的一个原理吧 明白了 好高科技 好高科技 但是自然环境下 这个基因突变 它的概率频率非常低 像袁伦平先生 他要在二三十万株的 野生的水稻里面 才能找到一株 发生基因突变的这个水稻 但是咱们上了太空 这个基因突变的频率非常大 原来如果是二三十万分之一 到一百万分之一的话 咱们现在可能就是 百分之三到千分之五 这个概率 嗯 懂了懂了 但是它比 在自然环境下 这个基因突变 它已经 概率高很多了 提高了将近一千倍了 上了天的种子呢 我们会 在地面上 要经过三到五年的选育 哦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更纯的 变异频率方向更多的 一些新的频种出来 嗯 像咱们的太空辣椒 每一百克的VC含量 是二百三十四毫克 嗯 比普通的辣椒 它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三 哇 哇 提高了真真两倍呢 对对对 咱们的航天的西红柿 嗯 它的VC含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它的可溶性固形物提高了百分之七十 杭椒四号辣椒 非常适合做咱们的辣椒面 哦 哦 现在基本上百分之五到百分二十的Pen豆瓣酱 都是由咱们的杭椒七号做的 我的天 你们就发现了 就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已经 对对对 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而且很广泛 而且很高效 啊 对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们 种植的一些 刮狗蔬菜啊 航天大在那些 哇 哇 这么多刮 这八爪鱼吗老师 哎 这个是莲蓬 莲蓬 它也是一种观赏难关 这个叫美味桃 美味桃 非常美味的那个桃 它是个桃子 它是南瓜 吓死我了 这是黄瓜还是南瓜呀老师 这个是太空砍瓜 砍瓜 它为啥叫砍瓜呢 就是说 它如果长在这个藤上的话 我们如果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我们就会从这给它砍下砍吃这么多 它有很强的伤口愈合能力 它就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候 它就伤口会慢慢的愈合起来 它会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它就继续往下长 就像韭菜一样 不停的割 不停的长 我这个厉害了 哦 我天呐 这我头一次听说 为什么那么多南瓜呀 南瓜是最好培育的吗 因为它种子上天后 它在果形的大小 颜色 形状 口感 各方面它都有一些改变 这里呢就是咖啡谷的种子盐啊 哦 这两边 这个就是咖啡 好想去做咖啡呀 我每天都要喝两三杯咖啡 啊 我看到果了 就是那个绿的 是大绿种咖啡 里面的豆就是我们要做的咖啡豆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块皮打掉 就里面的果呢 晒干以后 就拿来加工 哦 但是文是文全没有咖啡的味道 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你要烘焙完之后才会 你们看啊 哇 就是成熟了 这一圈的也成熟了 哇哦 你看 完全不一样 好漂亮啊 这果子 因为我们今天有几个朋友 是到那个 种子的那个基地去的嘛 对 我们可以带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到真实的咖啡 是什么样子 那就交给我吧 拿我拿着 拿去拿去拿去 本来就采给你送给你的 哇 太棒了 哇 我们这里呢 还发生了很多故事 哦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说一下 小创业的故事 看过这个海外契纸的电影吗 海外契纸 有一首歌 我爱你中国 这首歌是1979年 郑秋风老师 中国著名的作曲家 来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他在这里写着这首曲子 我爱你中国 是这首歌啊 强哥 你唱给我们听吧 白铃鸟 风天飞过 我爱你中国 好 好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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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比我温温的难海 我爱你中国 然后我们往前走呢 就到了这个咖啡座房 太棒了 你看这边就是在制作咖啡 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带几位客人 来看看你们炒咖啡 麻烦你介绍了 现在我们要炒的 这个是罗巴斯塔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区自己的豆子 你看现在锅一直热 我们把这个咖啡豆放下去 咖啡豆放下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风扇打开 它要吹那个壳 当我们在炒冻的时候 那些壳会吹走 哦 这个是最老的烹焙工艺了 好 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炒的时候呢 是拿来翻叶 不要让它粘锅 好 来 大家可以谁来感受一下 来 我来我来我来 来 年轻的 我先试一下 对 轻轻来 对 现在要炒多久啊 正常来讲 炒好一个咖啡要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 一直在炖这个多多一个两个小时啊 所以说那也不容易了 借这个机会我要来问一下老师 他们有跟我说咖啡豆还分公的跟母的 是吗 有这个说法 在一颗豆里边就是一颗的叫公豆 两片的是叫母豆 母豆呢它是纯香 苦感叫重 母豆呢它的甜感柔性叫好 所以我们公正起呢 一阳调和相当好 味道也叫充益 好的 好的 谢谢 果然证实他们以前没骗我 来 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充泡这个咖啡 喜欢苦吗 苦我们就加多点 不喜欢苦我们就加少点 来 要跟我的生活一样苦 生活苦不苦 大家问小五 来 要不要把你头上的这个 神秘果 神秘果拿出来 现在再苦也不怕 里面有神秘果 里面有神秘果 冷老师跟我一起跳舞的那些 那些姐姐她们说了一个果实 叫神秘果 她们说吃完之后 它会改变你的味觉 改变你的味觉 那真的啊 吃了以后呢 你吃辣的酸的苦的都感觉到甜 这是神秘果 这是神秘果啊 来 来 来 你尝一下 吃了以后呢 你吃辣的酸的苦的都感觉到甜 甜吗 什么感觉 你们一点都不苦 你们的鲜甜 这真的蛮苦的 我们可能吃了这个 神秘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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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对咖啡的一个冲煮会不会 你们去试一下冲煮咖啡 感受一下 要不要 好呀 好呀 对呀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 用这个 对 就用这个 然后呢我们咬上两勺的咖啡粉下去 好 倒在中间 尽量不要 你可以多加两点 哇塞 够吗 可以 哇塞 好 世界上最能吃苦的人 可以了 够了够了够了 再下去的话你就已经喝不了了 好 下面有热水 对 把这个水倒下去 好 够了 行 反正自己感受 冲了啥味道就啥味道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不要一直提着 我们就说上下抽梭让牌去一提 加油 对 所以看吧 所以男孩子都没有你强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就要帮忙 别喷出来我求你了 哎 他这里不咬人 没事 哎他这里不咬人 哈哈 哈哈哈 各位 刚吗 好黑 不行了我觉得可以了 他帮忙 可以了 怎么还会 怎么连倒都倒出来呢 你做主要都倒出来呢 你 你再倒一点 你能不要那么多 你再到一点 你再倒一点 倒在龙里面 危险 就是灶在那里面 对对对 不要闪出来 不要闪出来 不要寶 打摔 要打 吓死我了 我就不该动手做饭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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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连动都动不准啊 你要拿着那个 放在糊里 放在糊里 不行我做不到 做不到 来啦现在美女亲手调吃的这个壶咖啡 你们自己喝多点啊 来来来我来品尝 我来品尝 我来品尝 你觉得是 好浓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就是 对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应该比刚刚要苦一些哈 因为它放的比较多 应该比较纯一些 纯一些 对 纯一些 你要纯一些 我喜欢这个西路西 味道更香一些 咖啡 勇敢的村民 曾经过的咖啡 真的不苦啊 去我们吃确实不苦 我觉得可能就是吃了那些 吃了那个 对 你应该喝的应该挺苦的 品尝品尝 来来来来我们碰下杯 哎呀没没酒也有咖啡啊 少了一点酒 不然就是没酒加咖啡了 对 这个已经很完美了 那我们感受好咖啡之后呢 是不是要感受一下 我们的泰国亲约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哇这到处都是 我建议啊 大家拿了砍刀之后 我给你们拍张照 来来来 我要秀一下我的肌肉了 好来上 我来给你扶 我来给你扶 能摘一下来吗 哇大 有一个了 这个应该很好喝吧 多拆一点 够吗 够了够了 让我喝一个康师傅绿茶吧 五冲亚茶多分 活力满满啊 每天自己拿大 veil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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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砍 我学一下 那你可以离我远 你别怕 你别怕 舅舅 你是不是没有吃过波罗蜜 这会成为你真身的遗憾 嗯 我说味道好有点重 你们两个人 尝一尝嘛 是一个 三个 下去洗嘴巴 舅舅 舅舅 我们四个来碰一下 走 为了庆祝另外四个 四个没有机会喝到 庆祝我们的今夜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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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铁哥 抱歉了 铁哥 铁哥 我知道你想喝 铁哥 我们一种中心有个采摘员 大家想不想去采摘一下 想 好 我们出发 现在可以开始采摘了 这是我打小就干的 打小就干 这可以吃吗 这个是红的 好吃这个 好甜啊这个 是不是挺好吃的 真挺好吃的 你是不是吃了个酸的 我刚放进嘴里还没咬破呢 是不是挺好吃的 我一直以为科学家是在实验室的呢 其实今天看完之后 其实您也算是农田里的科学家了 因为你必须要和这个植物生长要同步 啥是剥主 啥是开花 啥是要修剪它呀 哪时候要施肥呀 这些都是整个过程你都必须跟着它 哪一次错过的话就有可能影响它的产量 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流程 对对对 老师您来海南多久了 我来海南七年了吧 以前我在我们那个单位也是属于航天系统 航天六院的 什么原因就是让您留在海南 因为待了七年一直工作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听说这个海南要建发射场 对我的吸引力就非常大 而且这个因为对一个内陆的孩子来说 大海的向往那就是非常强烈 我的梦想就是说 能培育出更多适合咱们海南地区种植的一些好的品种 让这些品种呢 更大范围的推广出去 一个是农民的增收 一个是保证咱们这个国家这个粮食安全方面 也能做一点自己的微小的一个努力吧 老师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梦想 我们想看一次发射火箭 来文昌来海南 最好去看一下一次发射 我们这次有机会可以看到火箭发射吗 有机会有机会 咱们10号的时候凌晨应该有一次 火运飞船的发射 就是上当于是明天的凌晨了 对对对对 对吧 肯定很正观 对对非常震撼 机会难得一定要去看一下 一会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去一下文昌的航天博物馆 文昌的那里面也是比较值得一看的 好 老师再见 好的 再见 喂 喂 喂 龙哥 我们这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巨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看到火箭发射 今天就开火箭发射吗 火箭发射 对对对今天晚上就可以 然后你们要来那个科普馆跟我们一起集合在这里 好 今天晚上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那个咖啡谷 这个地方有太辛苦了 你们不要来 好不好我们一直在吃好烦啊 好 没有给我们带一点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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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无不好 喂喂 喂别闻 喂 哈喽 走啦 走啦 走了啦 哈喽 好久不见 你们是叫我们来这里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因为晚上要看火箭 刚刚那位老师跟我说 最起码我们要了解一下火箭怎么发射 到时候好点火啊 我们得点火啊 要上天吗哥哥 好感兴趣这个航天科普馆 好 老师们好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文昌市航天科普馆 在这一层就是航天66年辉煌历程 1956年10月8号 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火箭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由前学森担任的院长 那中国就开始走上这条漫长而又辉煌的航天之路 那当时我们得益于前苏联给我们的仿制导弹 我国第一枚导弹就这样被仿制了出来 是在1960年11月5号成功发射的 就后来改名为东风一号 所以这是我国第一枚导弹 那当时我们基于东风导弹的技术 就成功地研制属于自己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4日 我国第一枚火箭长征一号 就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 那不知道各位老师知道 第一颗登上太空的卫星叫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 叫东方红一号 对 这个模型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模型 重量是173千克 直径是一米的 当时在太空中是奏响了东方红乐曲 所以就由此命名叫东方红一号卫星 它的计划工作寿命是20天 实际工作了28天 直到今天的这个卫星依然还在太空中 在每个晴朗的夜空 我们都能看到它闪烁的身影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载人工程是在92年立向的 我们一直到在这边 99年是我国第一颗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 在2003年 杨立伟他就搭乘神舟五号飞船成功的往返 那中国呢就抠开了太空的大门 在2007年 是我们发射了第一颗绕月卫星成了一号 我们也实现数千年的奔月梦想 2021年我们就发射了天河核心舱 开启了中国空间站的一个时代 中国航天66年发展以来 我们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航天大国 迈向航天强国 好厉害 这是一个1比2比例的一个神舟飞船的模型 采用的是三舱以断式的结构 最底下白色的这个是推进舱 释放着水 氧气 还有燃料的地方 那我们中间三色的这个部分是返回舱 它就相当于一个驾驶室 防卫舱来下降的时候是和空气摩擦 它外围的温度能达到上千 甚至上万十度的高温 所以它为了保障航天的安全 它外围有个很厚的隔热层 并且在表面涂上可以燃烧的涂料 能够保持舱内一个适宜的温度 航天员从最顶上 它有个出入口进出的 我们在这个凹进去的地方 就是放进我们降落伞的地方 有引导伞 减速伞 还有竹伞 都放在这里 对 竹伞它的伞密面积 达到了一千两百平方米 就相当于四个篮球场这么大 最顶上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是轨道舱 对 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 吃饭 睡觉的一个地方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 是经过许多训练的 不知道大家对我们有哪些训练 大家有聊这些吗 是不是有施众的那个 对 肯定是转的那个 转重力的那个 梳子梳子又来了 好适合你 哥 这是公转 次转 罗学转 大家都不敢往前走了 看到没有 看到勾不到了没有 各位同学们 看到GoPro就知道了 总是要有人上去的 这是可以 真的可以坐上去的 真的可以 我知道 真的可以 你直接就把我推上来了 哥 适合你 这个应该空腹 是吗 哎 小五 刚才你吃的多吗 还挺多的 为什么让小五是呢 小五平常喜欢冲浪 冲浪其实掉到水里之后呢 经常会碰到那种乱流 像洗衣机的流一样 其实是像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航空员的那个标准是几圈 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 多多少呢 不一定 这个看每个人的一个体质 我怎么觉得紧张 我们先去下一个部分 巷子现在是一点四十分 一会儿回来 我们两点回来 好 给他十分钟吐的时间 哥 你是不是恨我 我开始了 好 我需要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你需要咽口水 别让自己吐出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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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哇 好好玩啊各位 快来玩 不是 我好好奇哦 这个是只有一个方向吗 真的好玩 可以快一点老师 快点是吧 可以快一点 小五 小五这像不像那个 冲浪掉水里那个洗衣机流 快点 对像被浪卷在这个 卷在下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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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老师 啊 哇 哇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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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老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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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没有压力 慢慢慢慢慢慢停 慢慢停 慢慢旋停 我跟你说 这个比过山车阳榜太多了 对 因为他还会冲雪 就是灵魂飞走了 但是是刺激的 真的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像个像一个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百事tv 爱奇艺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来 我们先猜一下 铁哥今天扣子的是什么 他今天的造型 今天的造型跟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像 你不觉得吗 是吧 宇宙飞船 扣子的一个火箭 火箭造型的很接近了 那也有一点偏插火 至少我扣子的是个人类的 一种职业吧 旅航天员 旅航天员吗 对 就是航天的科研人员 好 那就是你上了 既然你是航天女科研人 成功了 扣子成功了 恭喜成功了 我们慢慢地 慢慢地叫 我们会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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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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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吓子而已 就让你体验一下 吐的时候会有个诡计的 小五那个太吓人了 文青 看到你们 不会是那样的 不会是那样的 我们对你跟对小五 绝对不一样 这么厉害 对我怎么都不一样 对小五就当然是下狠手啊 我们是我们是绝对不会是一样的 我们是我们是绝对不会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突然做 来吧 不过撑啊 我别的不是很担心 我只是中午真的吃多了 你要抓紧 可是我抓不紧 我的臂力不够 没关系 轻轻地 我们绑住了 我们会轻轻地站 老师不要把我倒过来好不好 老师老师我抓不住 慢一点 没事没事 让他感受一下就好了 呜呀呀 不行不行 我抓不住这个竿子 不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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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支扶着就可以了 不用抓 不用抓 我现在要完成我的一个步骤 什么步骤 什么步骤 开轩 然后还有一个步骤 然后还有一个步骤 你转入是不是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是杨立伟 对不对 那当时他是在地面训练了 长达五年之久 才被当选去完成飞天任务的 我们航天员 不仅仅只有这项训练 他有多达六十门理论基础知识 和一百四十多门训练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十三位航天员 就飞往太空 这一排就是我们长征系列的 运载火箭 那其实在这枚火箭里面 有一枚中国运载能力 最大的一个火箭 我们可以看一下 猜一下是哪一枚火箭 就右边这个吧 杠五对 长征五号就是 我们国运载能力 最大的一个火箭 它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达到了十到二十五吨 天问一号 这个火星探测 以及我们的长五号卫星 也都是由这枚火箭 发射往太空的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已经发射了四百多次了 它见证了中国航天的这个发展 现在很多学校就开展 水火箭的试验课程 那水火箭它也托起了孩子们的这个航天梦想 在这边是我们的探月展区 中国探月是分为三部的 叫绕落回 在2007年我们就发射了第一颗绕月卫星 嫦娥一号卫星 我们看到这个卫星模型 就是嫦娥一号的卫星 我们这个卫星它就绕着月球飞行 就拍摄回我国第一张月球表面的照片 之后就以撞击月球的形式 就结束了它的使命 2013年发射我们的嫦娥三号卫星 大的这个就是月球探测器 小的这个是玉兔号月球车 2013年的时候在月球表面着陆 着陆区域的这个77米范围内 后来就被命名为广寒宫 那中华数千年的奔月梦想 就成为了现实 探月第三步就是回 是在2020年的时候 发射我们嫦娥五号卫星 那月面采样返回 就带回了月球上面的月染 我们用了16年的时间 就一步一个脚印 实现了中国的探月 就因为大家对航天 对外面的星体 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疑问 所以才要去探索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一直不断地去发展 一直不断地去探索 这边我们要了解一位科学家 钱学森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因为钱学森的归国 中国航天事业是 至少提前了20年的 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 就考取清华大学的工费留学生 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习 之后钱学森就留在美国工作 但这么优秀的一位科学家 美国是不会放他离开 去建设当时的新中国的 所以就把他软禁了 这个软禁就长达五年之久 在一个偶然早晨 他是看到一张画报 画报是陈书通和毛主席 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张照片 所以向陈书通写了一封求救信 那信是这样子写的 他说五一日一时一刻 不思归国 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高潮 那学生这几年中 唯一在有效的范围内 努力思考学问 已被他日归国之用 那字迹简短却透露着 他迫切地想要回国的心情 这封信几经波折 飘扬过海 最终交到了珍莱总理手里 很多人问他 为什么要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中去 他说要尽自己所能 为祖国的事业做贡献 要让祖国的人民 活得更加有尊严和幸福 就这样一句话 一个承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 一生的目标 太棒了 太有大 这二十三位啊 其实都是两担功勋奖章的 这些获得者 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位是钱学森 这位 对 这位就是我们的钱学森 还有一位是孙家冬认识 他是北斗导航的总体设计师 也是这个钱学森的这个学生 这些科学家 他大都是在美国欧洲顶尖的大学留学回来的 在年富力强的时候 就选择隐姓埋名 投身到两弹一星的工作当中去 也正是他们如同一颗石子一般 铺就了中国航天 通往成功与辉煌的跑道 了解完所有航天人的他们的付出 他们的努力 辛苦 以及他们为祖国 为我们做出的一切之后 你的内心就会受到完全不一样的触动 你就会想到我们的今天 之所以是今天 就是应该感谢这些 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航天人通过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一次次的实业 他们的一次次的实业 然后在背后的心情的付出 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谢谢 让我们了解到 这整个航天的一个过程 老师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 就是刚刚有聊到那个水火箭 有没有机会 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水火箭呢 那刚好今天我们有个老师 在这边开展我们这个水火箭的课程 咱们可以去广场这边去找他 好啊 哇 18座水火箭 水火箭 我们要做水火箭了 欢迎欢迎欢迎 老师这是水火箭的基地吗 对 我在这边呢 准备开一个研学课程 哇 你们今天来了 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下 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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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电钻 我们今天水火箭要做一个大一点的 要找点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东西 哦 比如说 塑料瓶 塑料瓶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呈碳酸饮料的 哦 你想象一下一个碳酸饮料 它在运输的过程中会晃来晃来晃去 会产生大量气体 那我们生产这个瓶子的时候是不是要让它还耐高压 是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它这个特点 用这个材料来做水火箭 好吧 那今天呢 我们用身边的材料来做水火箭呢 其实还是有点挑战的 是的 所以呢 我们待会呢 分小组来进行 好的 你们要研究一个课题 我们要把这些瓶子穿到一起 怎么办 穿到一起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把把这尾巴去掉 然后粘起来 但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原来 原来要设计成抗高压的瓶体被破坏了 是的 是的 非常会思考 这个同学啊 那我们就是要先里面打个洞 明白 这个洞呢不能随便打 必须要打到正中间 才能保证最后的这个火箭是直的 直的 对 这个实际上还是在 我们操作中有点难度的 所以我刚刚发现那位同学 真的会善于观察啊 这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吗 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工具 对 然后拿这个吗 然后这样就进去是不是 是的 是的 这个同学很会思考啊 你好聪明啊 我发现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一步步的来 我们先给他打个小洞 小洞 一次把他打成打的 哦就在一个瓶子里面换三个模具 是的 哦不是分别 好明白了 对的对对 这样打有什么好处 这样打要更精准 对对对 如果一开始他可能会 有可能会偏掉 偏偏掉 对对对 接下来你们自己做 好想动手呀 你垂直 你垂直 你别说话你放心吧 我紧张了再说 别说话 紧张了啊 我比他还紧张 带雷这个小洞的节目去过 加油 说说了不要硬塞他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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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还没忍呢 没事 没事 你先继续 你慢一点啊 你慢点啊 这种东西就是很刺激 冒险 你就是很冒险 对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怎么样 可以可以 你注意安全 可以往下 可以加点速 可以加点速 对对对 往下 往下按一下 按了 按了 我按了 好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这个就很简单 那我们这边也继续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就是如果瓶子打好了这个洞 我们怎么把它穿起来 是 老师这是你做好的吧 这个是一个内部的 而且还有一个 它是把这个管道通到这边来 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吗 我们的火箭这些都可以作为动力舱 所以它里面的气和水是连起来的 这个场馆实际上是控制水柜的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模型 你们思考一下怎么把它给连起来 既能连的正 又能密封 我刚刚找了 在你那个箱子里找了点工具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来咱试试好不好 好 来 你们试一下 看看怎么把它给连起来 但是你这个 你首先你要怎么样能够让 你什么都找到了 这不有工具吗 孟同学很会观察 那这个呢 变片 怎么用它 这个就是看手机了吗 在家里应该经常会组装那种 卷衣柜子吧 桌子下 我从小我就拆 拆架 好 有点接轨的感觉 有点接轨的感觉 好 换工具 看我都观察到了 这个行 这个可以 扣上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呢 是可以把它连起来 但是 密封不行 对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密封性 但是这种胶呢 把中间那个 我们要用到 另外一种垫片 先用 我们要用到一种塑料垫片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这一种 胶 骨鞋胶 对 骨鞋胶它可以保证它还是一个柔软的状态 转一圈 好 好 我们放下这个塑料垫片 然后上面再来一遍 好快 快上面那块 很好 来我们上面 它这个胶呢 可能在几分钟就会干掉 对 所以要快 好 然后这让它这个抵对 这个开口 对 好 好 接下来就要给它放垫片了 垫片这么快 又出难题了 刚刚刚刚我们放过了 放进来了 对 厉害呀 但是我们是用 用很笨的办法放的 来我看一下 来看 哇 聪明聪明聪明 这不是笨方法 这很聪明的 哦 很好很好 你知道吗 当老师看到这个学生会思考 就特别的开心 是吗 是的 来 我也会开心 来 用其他 这个工具能快一点 哇 哇 我这边也用一下这个棒子 咱们俩就能把它拧紧 来 好 哇 这真的 可以啊 你们是爱因斯坦 对 好 好 那最后我检查一下这个粒子 好 再紧急丢丢 OK 好 这边呢我有一个气阀 我们把它装上 我们去那边 好 好了我们这边 来 老师我们这边四个已经装好了 好 来我们一起来这边 几位同学在打孔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几位同学已经把这两个瓶子给连起来了 但是这个连起来不一定能用 嗯 有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漏气 啊 有可能会漏气 所以呢 我们今天用气泵来给它测试一下 啊 所以我们一边把它给堵起来 另外一边用一个气阀 来 谁来 开着开关 我 你可以吗 我可以 来 这是开关啊 好 当我们打到四个大气压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了 就可以停止了 好 来 准备 一直开着 好 好 停 好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这一个 哇 感觉一下 硬邦邦的 对 除了硬还有什么感觉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没充气的瓶子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这样可以捏下去了 这个就规定了 温度有没有变化 变烫了 变烫了 对对对 这个做的不错 刚刚我们这边已经打好的孔 我们再把这两个给穿起来 好 来就用刚刚你们的技术 然后把它穿起来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是短螺丝 短螺丝 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穿起来 先穿一个 然后粘起来 放片片 好 好 已经ok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把它给 粘到一起来 这个连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方向 我们要让刚刚的这一个 长的朝下 然后长的朝下 然后对 然后呢 注意这个方向这样穿起来 因为它这个是控制它的方向 这等于是导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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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要固定吗 这个要固定 这个要用胶带给它缠到一起 胶带 那接下来固定着一个连接键 哇 我们做成四个了 在中间 在中间 我们要把它给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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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降落伞仓 我们就把它给做 我们就把它给做 我来看一下老师 我来看一下老师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是的 这是什么老师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大条盒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大条盒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大条盒 来我们把它组合到一起 直接套进来 直接套进来 对 然后要螺丝 要用螺丝固定 四个角落 对啊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你把这一个箭头 你都上面去 然后你把那个尾翼连到这边来 我们的其实每一个环节呢 都需要非常的小心 跟细致 就像我们现在装着一个降落伞 如果这个降落伞 它开不了伞 那么就会带来 这个失败的可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 都要特别的小心跟细致 好 现在我们这个水火箭呢 已经做好了 好 你们想不想去看看它的发射效果 行 带着发射架 带着踢奔 我们去发射一下 火箭要发射了 我们把发射架放在这边 老师这个能飞多少米啊 20米能飞到吗 你猜猜看好吧 20 我觉得100 50米 100米 你真的 我觉得 北京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 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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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飞到北京去是吗 是 来我们试一下啊 好 我应该怎么放老师 我们把火箭先穿到上面去 穿 哦 这样是吧 对 不是 有一个导环 这个这这这 他这旁边有导环 我天真了 对对对 哎还有这个 点火了 点火了 压上了 好 那现在我们给他装水 再来一勺 漂亮 我感觉只是做一个水火箭 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真正的火箭做起来有多难 就是越是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程序 可以让很多的小朋友们 对整个火箭的一个操作的原理 发射的原理 有更清楚的一个认知 对 OK 差不多了 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需要有一个 我来捏一下 对 来捏一下 一直捏 把它的水下来 好 捏就对吗 对 好 这边不捏 这边不捏了 可以了 不捏了 不捏了 可以了 它是每一个瓶子里面都要有 它只需要下边装上水 上面装气就可以 来现在 我们设定一下降落伞 是几秒啊 一般是4秒 4秒它就打开了 那其实也飞得多远啊 那其实也到了100米 估计就是几米吗 差不多 4秒 会飞多高 我们待会试一下 飞到外太空 现在来 打气 打气 来连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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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气压 就是当他指到8的时候 就定了 好 极限是多少 可以打到12个吗 差不多 老师 马上到8了 好 马上了 它很烫 好 现在我们把保险打开 现在不要动 先不动 先不动它了 来 动不动了 动不动了 来 来 我们撞到旁边 待会儿由谁来发射 发射 来 铁哥来发射 来 现在好了吗 我们喊321发射的时候 您就去按这个开关 321才按 我们的命脉 掌握在了您的手里 大家拿出手机来 我们调到慢动作 我们拍一个镜头 好吧 来 来 拍一个 拍一个 S2 来 准备好了吗 好 3 2 1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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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成功了 这个感觉好 好刺激 这么高 这一刻当我想到了 我们的红天工作者他们 他们要多少次经过绝望 失望 才能够造出我们今天 让世界引以为傲的 中国航天火箭 大家看一眼落伤了 好快 这太拟荷了 来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三星的手机防水着 我要看一下我这个 有那个感觉 这个比这个还震撼呢 这个真的很震撼 刚才我好紧张生怕水火箭 发射不成功 那也一样要保持好心情 点我们喝个康师傅绿茶 补充下活力 让心情满分 抽 是清新的口感 让人心情舒畅 满满茶多分 让人家心情满分 来 加油 向火箭发射顺利 我们为明早的这个火箭发射 做准备 好不好 好 出发 走吧 我们出发 走吧 我们出发吧 包括我们今天晚上直播 那我们就开始在这里搭建我们休息的地方吧 好 好吧 好的 来来来 搬东西了 搬东西了 椅子一排 然后桌子 好的 来吧 我们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对对对 拉开 拉开就好了 OK 大功告成 i still remember you said i was the one will give up everything to stay by my side inside my deepest heart is still the reason that you fall apart i don't care if you're still out there with me last night your hand i still remember you i still remember you but i can see it's that we're got in love hold I don't let me go 哈喽 哈喽 所有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哈喽 我们是追星星的人 这是第二季的直播 对面就是我们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太厉害了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火箭发射 对 而且 有点激动 我们今天的追星团呢 除了三位追星团的新朋友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大神 他用写代码的方式呢 就能追到我们的天宫 这么厉害的吗 我们现在来欢迎欢迎他好不好 好 刘布洋老师 欢迎老师 欢迎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一看一看就是能写出代码的 对 一眼就看到李东南 来 吴洋老师跟我们科普一下了解一下 好 你是为什么会尝试着用代码的方式 是怎么做的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作为天宫号者 以前很长时间都一直在欣赏 国外有些大神摄影师 他们拍摄的国际空间站 对 就是能把仓段细节拍得非常清楚 甚至有的摄影师 他能够拍出正在出舱行走的预航员 在地面吗 在地面拍 他就是这样拍的 他这个倍数要几倍 几千倍吧大概 而且他是在移动中的 你要怎么跟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博洋老师 一定是有他的一个 这切肤之痛 才会去研发这样的 做这样的一个代码 对 其实一开始想的是 我找一个别人写的 现成的软件就好了 但是我一直跟我的望远镜 无法连接 或者有时候连接之后 出现各种各样奇奇怪的问题 望着就乱跑 完全不听指挥 所以后来我就下定决心 因为今年是中国空间站建设 非常关键的一年 所以我必须在天周四号发射之前 开始记录中国空间站的 一个成长的过程 因为我有一个计划就是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过程中 我去记录它每一个阶段 它各个仓段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像今天晚上之后 我们就会有三个仓段 然后到下个月 神周上去之后呢 又上来一个载人 然后再到过几个月 还有两个大的实验仓 然后之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天周 更多的神周上去 它会不断地扩大 所以我希望记录每一个步骤 还有一个 那到最后我们这个天 天空这个空间站 要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 看目前你拍到的一些照片的状况吧 这个呢是我第一次拍到中国空间站 这边有个球 这个是它的节点仓 因为核心仓又分为大珠段小珠段和节点仓 这是它的节点仓 然后中间比较细的那部分是小珠段 然后中间比较粗的比较大 这块是大珠段 然后太阳能电池板是在这个大珠段上 对 在它的后向对接口对接的是天周三号 这是我第一次拍到 大家注意看第二次 第二次是这个 核心仓转了一下 原来是后向对接口对天周 现在是前向对接口对天周 这是我第二次拍到 第三次是这样 又不一样了 它竖过来了 就是它正好那天是竖着飞的 它有的时候就横着这样飞 有的时候竖着这样飞 对 所以这三次拍到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它其实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成长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不断的去记录它成长的过程 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义的一个事 真棒真棒 以目前来说 只有你有这个代码 对吧 对 我打算过一段时间 等它比较成熟稳定之后呢 把它开圆 让更多的爱好者也可以拍摄到 哇哟 了不起 了不起 有多粗啊那个望远镜 哦我用的是一个11英寸 也就是27厘米的口径 2米7的焦距 别看我没什么文化 但是我觉得很烈 大哥他们的镜头就这么长 对吧 我那个2米7 2米7 你这样子呢 其实真的伤害到我们很多现场的摄影大哥们 他们平常陪伴他们的家伙 还不如你这一点点 其实挺伤心的挺伤心的 我也想问问我们这次火箭发射之后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次我们发射的是长州7号火箭 它搭载的是天州4号飞船 中国空间站开始建设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每次在有一个载人的神州飞船上去之前呢 之前不久大概也就半个月左右 会有一个天州飞船先去把 先补给物资 他们接下来半年之内要吃喝拉撒的一些生活物资 先给他先运上去 哦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航天 或者是对摄影 或者是对写代码 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样的事情有兴趣的 其实我本身是学天文的 对太空对宇宙的兴趣 独天专业之前就一直有 正好赶上我们中国航天大年 第一次看回家发射5号 然后去年又是天文核心舱了 天舟二号 然后很多跟中国空间站建设相关的一些任务 所以这些任务不断的就去 更加激发我对想要把火箭拍好 把空间站拍好这样的一个 那你现在多大了 我90的 现在又开始到了征婚节目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要问出那关键性的问题了 对 有没有对象现在 有有有有有对象 很抱歉 跟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已经有对象了 好不好 今天你也会在文昌一起观看这个火箭的发生 我其实挺喜欢陪大家一起看的 但是我可能一会儿得走了 因为我的所有主要 你要去做拍摄 对 我住那边小区里 然后我的望远镜都在小区里 对一个十四层的高楼可以俯瞰的 就因为我们现在非常优美 但是大家看不到火箭的底部 我在那边可以看到发射下底部发动机那个地方 能看能看到是谁去点的那个名字 是不是 那那我就先撤 你先撤 那我可以想想 我拍摄到一些很好的素材也可以分享给我 好 没问题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大家谢谢 谢谢博恩老师 谢谢 拜拜 老师不喝个椰子再走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喝 还有 还有 别走 他走了 然后我们今天也透过这个直播 就是希望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然后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 走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也祝愿今晚的火箭发射能够成功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观看可以成功 这样吧 我们刚刚在这跟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传递了很多太空相关的一些 知识 我相信今天在这个地方 一定也会有很多所谓的天文爱好者 很多 或者是中国航天的支持者 对 我们要不这样 我们到附近去搜寻 去看看有没有 跟我们一样的同好 在这里也分散了 我们也可以去问问看 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喜欢 中国航天的这个部分 好不好 好呀 好 好 他们是不是也来看火箭发射了 应该是 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你好 你们也是来看火箭吗 对 我们是准备拍摄 你们是经常跟随火箭步伐 去拍火箭 还是第一次 我们经常拍摄 只要有火箭发射 我们一般都会追 差不多十几次了 所以你俩是 对 我们是夫妻 打卡每一站吗 是这种 对 因为我们觉得 带心爱的人一起去追火 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对 我认为中国航天 是更硬核的浪漫 因为 硬核的 对 因为它是真正的实现了 上九天揽月 然后首可摘星辰 哎呀 首可摘星辰可浪漫了 能看看作品吗 你这里有什么照片吗 就之前拍摄的 可以的 有 有的 有的 这是之前拍摄的 哇 白天拍也很浪漫 好浪漫 这是天文一号火星探车任务 然后这是长尔五号探月任务 哇 对 我们自制了一把透明伞 就带着 这是发射那一刻吗 对 发射那一刻 这就是火箭发射的那个轨件 大浪漫 长尔五号运载火箭 然后这是天河核心舱 就是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然后这是天舟二号的舰轨 然后这是神舟十二号 在干净 对 神舟十三号 哇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这个也太漂亮了 对 是的 这也太漂亮了 您贵姓啊 我姓罗 然后大家都叫我狗粮王 狗粮王 你就是狗粮王啊 果然是狗粮王 是不是 我们之前在天荒屏 在暗基陆制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连线 他有打电话进来 对 是的 所以他们拍了很多张照片 跟星空的 跟卫星的 跟火箭发射的 就是很多很多张 对 所以当时他就说是狗粮王 这太有缘分了吧 对 他们婚纱照都是这样拍的 对 你们是结婚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十一年半 十一年 十一年啊 那你们有小朋友吗 有了 有带他拍过吗 有 我们带他 真的 我看看 对 我们带他看了四次 对 他几岁啊 现在 哇 对 两岁五个月 哇 两岁五个月 那就是这么小 就努力地给他输入一些梦想的种子 小科学家有没有 对 是的 因为这次发射时间太晚了 所以就没有带他来 但是如果发射时间合适的时候 我们都会带他来 我觉得可以 在他心里一定 对我们的航天梦想 是有一些幻想和一些美好愿望的 这么小就受到了这么大的鼓励 是的 他吃饭的时候都要看火箭发射 真的 那我觉得真的 未来真的是可能会成为我们家的科研洞梁之材 是的 是的 希望他能成为航天员 真的真的很好 我觉得你们做得特别好 真的 谢谢 谢谢 真的拍得也太好了 是啊 他真的拍了很多年 我的天 对 他们说火箭发射什么 会整个海 对 他们说会照亮整个海域 对 然后有微微的震感 然后那个轰鸣声还挺大的 我第一次看火箭是想去实现一个心愿 因为当时是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给我买过一本杂志 一本杂志 对 他可能当时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就是他其实在我心里面 买下一个比较小的种子 一个种子 对 然后上面有那个嫦娥一号传回来的 那个我们国家第一幅全月图 对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天天看的月亮 既然上面会有这么多的不同 所以第一次看火箭是什么心情 您当时 当时就发射 听到大家都一起在倒数 然后看到火箭上去之后 大家都在欢呼 对 那种感觉就 我真的就不夸张 就演了一下 就下来了 那种感觉 然后这是我当时就是去 当时会有立这么一个牌子 我就这么排这个 唱五号探测计划的见证之旅 几个火焰啊 四个 四个但是就是这是第一次拍嘛 就相当于一点经验都没有 这个就是当时是神舟十二号 是在九泉 然后这个是神舟十三号 也是在九泉 这个是天河核心舱就在文昌 这都是你拍的 对 这些都是我拍的 可以当那个壁纸 对啊 这些是这个是 上面还有日期对吗 对 这是我特意记下来 21年 5月29号 然后这个是天舟三号 这个就更清楚了 这个是它在那个火箭转运的过程中 我们有去拍 这个是长征八号摇二 这个是长征七号改 对 这些就是 相当于中国空间站系列的 我全部都追了 我有一件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天舟三号那一次 我进到那场去 然后我是和一群大梁山的孩子们 去拍他们去看火箭发射 好有意义 好可爱啊 小朋友 那个让我最惊讶的地方 就是我见到了杨立伟 对 我是真的和他面对面 就是就是他 他实实是我心目中的航天英雄 那个时候就是 就不敢想象 就是没有想到过自己坚持梦想 然后最后见到了 以前想的不敢想的事情 见到了想的不敢想的人 对 就这种感觉其实很奇妙 只要你热爱 运气怎么会太差的 不要因为没有掌声 就放弃梦想 对 老弟也说得特别好 我姓牛 牛文 牛文 对 是蔚来宇航研究院的创始人 这是我们两位同事 就是我们海南公司的 都是航天人 对 他们也都是从不同行业 然后加入到 我们这个蔚来宇航公司的 我们蔚来宇航主要就是做 研发未来的这种航天科技 航天技术 对 当然15年也是 算是参与投资了 国内第一家民营的火箭公司 就是蓝箭航天 进入 民营可以 做火箭 可以做火箭 而且国家现在也是鼓励支持 包括发射火箭 但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会想去投入一个 这样的一个行业跟领域 反正说起来 我也有一些就是 家庭的原因吧 当时也是因为 在十几年前因为也有这个亲人的离世 当时想到 如果能够去实现时光的倒流 能够追回到亲人的话 可能唯一能实现的办法就是 用发明这个取船引擎 实现时光的旅行 可以穿越时空 可能这个想法也是 拨下了一个种子 当时15年就遇到了 这个做火箭的团队 最后也是一无反顾的加入了 可能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大家都知道要去探索宇宙 对 但是探索什么 对 然后探索来要做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的航天 大部分的是卫星去服务地面应用 比如说通信导航遥感 那我们未来的航天呢 其实还能干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可以开发这种太空的机器人去进行 比如卫星坏率进行维修 如果卫星没有燃料就给它加入燃料 采矿 采矿 太空采矿式的 然后我们呢在二月底 也是在文昌发射厂 是长中八号火箭 然后一间二十二星有我们一颗卫星 那这颗卫星呢它是个摇杆卫星 而且它是一个高光普遗号卫星 它可以专门去做这种农作物的掌势 病虫害的监测 包括土地土壤还有生态环保 其实它还是一个可以服务于我们的整个的国民生活 这样一个做数据监测 可以监测到吗 可以监测到的 是的是的 可以做的事情多了 就像咱们的航天事业 就像载人航天这个事业 是几代人的努力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新世代的 其实我们叫新航天人 因为我本人不是学航天和飞行器专业 我学计计计的 但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 或者从事到这个航天的产业 包括做研发 做工程 其实这也是一种荣幸 还要等一会儿才能看火箭发射 所以这一会儿呢 我们就要准备点吃 哎 孟哥你得好了是吗 好了 这就是东北传说的大丰收 好 嗯 可以 哇 肚豆 小郭过来尝一口吗 妈妈的味道 把你这个大作拿起来 我帮你拍张照片 用三星SLR帮你拍张照片 好 特别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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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气突破 哪有我 你很厉害 什么感觉 摸上了 你真的很厉害 你30分钟 可以讲你 你拍张照片 没有拍张照片 放到不去哪 大家愉快地赶海 所以你们看旁边 旁边也是跟我们一样 来追火箭发射的 发现的出火时间 是北京时间 202年5月10号凌晨的 1点56分30秒 就是到现在应该说 不到30分钟了 已经进入到 复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而且我刚刚还看到 我看前方有这个电子 可以看出来 大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看火箭发射 是真的非常兴奋的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了一点多 大家都精神饱满 而且非常的兴奋 期待着看火箭发射 太期待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火箭 竟然是跟我们追星星团的成员们 以后还有更多的第一次的 我们会一起 各号注意 15分钟准备 各号注意 五十文昌 15分钟准备 调度自动波 停山 各号注意 前端 第三米人员 撕离 各号注意 十分钟准备 十分钟准备 五分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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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号注意 五分钟准备 五分钟 一分钟准备 二十分钟准备 超级 准备 完整 你 mashed 三十分钟准备 准备 准备 三十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多Also 准备 准备 点现在开始 准备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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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三十秒 二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五 三 五 Mi 三 六 哇好漂亮 好人一颗太阳升起来了 哇 哇 哇 好震撼 哇 太后 祖国伴随 我曾只追悟严 我曾里和上前 加油 海滩上面面对面的看火箭发射 这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是非常振奋 让心开心那一刻 如果真的有机会 我一定会带我儿子来看 亲眼去感受 在现场感受 火箭发射 有种魅力跟震撼 当它上空那一刻 真的有震撼到我 当你发现整个海面 都是被它的火焰照耀的时候 然后所有人 伴随着所有人 激动的尖叫声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是感动的 我惊呆了 整个海面都会亮 就很震撼很震撼 它一直往上升 穿过云层 就好像有一万个烟花 同时绽放的感觉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 然后整个火箭 飞船腾空的时候 那两三秒吧 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觉得唯有惊叹 哇 这么波澜壮阔的一次发射 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集合了这么多人的心血 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大 是一件非常地自豪的一件事情 是有一种非常强的民族自豪大 这种冲刺一下一下 就是我们国家的力量 一下比一下强 一下比一下壮 我们越来越飞越高 第一次是 Gang 我们 就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 恭喜 恭喜 那刚才特别激动人心 你们也在慢慢地回味中 我刚刚用三星SR 记录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然后拉近镜头 我看一下 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我看一下 我拍到了很清楚的照片 是不是 你看 真的好 百倍变焦 拉近镜头你自己看看 好几张很清楚的照片 我用三星SR手机记录 你们看 夜网的关线下 拍出来的视频画面色彩饱满 清晰明亮 造点很少 完美地记录了火箭发射的过程 这个真的好清楚 真的好清楚 还拍到了很多细节 我告诉你 就是说 我是用手拿着 还有一个防抖 好多细节都拍到了 对 太美了 你这个拍得太好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 在努力 为自己的梦想 在前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除了说我们刚刚看到的 火箭发射的这种震撼之外 这几天碰到的人事物里面 有没有哪些事情是让你 或者哪些人 是让你觉得会有感动的 我今天就是那个 我测那个重力那个 其实是 真的有 特别的体验 虽然我刚 当时是有 咱们抱着体验或玩的心态去 但是他们说了 他们可能要 比这个要蒙很多同事 要见得十分钟 十多分钟 甚至以上 就知道他们这平时 而且是每天的训练 对 所以 估计很不容易 我也是受到这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还有一百多种 类似这样的训练 而且那天我们去那个育种中心 对 碰到那个姚彤老师 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把这个 总之这个培育中心发展得很大 因为我们去了解了很多太空培育 就之前我们是 没有想象过会在太空培育 挂过蔬菜植物的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 很大的梦想的实现吧 是的 有一个科学家说了一句话 他说 当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 你就走向了胜利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星光不问感路人 时光不复追梦人 我觉得就很像 所以你是 其实我们 又追梦又感梦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追梦人 对 就是可能梦想 它不一定会发光 但是我们在追梦想的人 我们才是最发光的人 对 就看到这一刻 就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但是在这背后 也有这么多的科学家 这么多的前辈 在给我们 在背后努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加努力 我们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对 这一次也是我们追星星的人一次 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把对于航天师也 包括我们跟祖国的感情 从抽象变得具象的一个 我觉得很宝贵的一次回忆和经历吧 我也真的 其实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也真的非常的感慨 我还是想说杨立伟老师的那句话就是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好 好 哇 遥感卫星 遥感卫星站 哇 这里面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哇 星空哎 带大家去体验最浪漫的运动 冲浪 哇 好好啊 今天晚上是什么 音乐 今天将会是一个浪漫美好的日子 我要飞得更高 在冬冬的旁边都是方向 刺青浪漫的中国航天人 中国航天 加油 大家好 星空兄弟又来了 今天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德云树的梦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梦哥 你看你来了以后我们观星小课堂都搬到宇宙来了对现在已经建成了宇宙小课堂了 哇 这不是沾你们俩的光吗 听说你们俩来到追星星的人之后 变得是上之天文下小地理 中小人和知阴阳懂八卦 你们现在是当今的小诸葛亮 梦哥 梦哥好像是这个样子 是吗 哦 我们就谐虚的接受一下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说一说 今天我们的宇宙小课堂要给大家讲什么吧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大家好 我们是老郭与小董 我是把蒜太老的老郭 我是不想被叫小董的小董 我好有仪式感 你也要来一个很可爱的梦哥 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小堂堂 梦克堂事业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梦哥 你觉得这些神话是骗人的吗 其实神话不一定都是假的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放在现在来说 那就是对我们航天事业艰辛的刻画 仔细想想 中国航天历史 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艰辛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鼓舞人心 为了能在天上待一天 中国航天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辛奋斗 没错 我们今天回顾一下 中国航天的浩瀚征服吧 1958年开始 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口号 当时中央专门为了这个造星项目 拨款了两亿人 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两亿人民币真的不容易 足以看到国家对这件事情 是十分的忠实 但是从提出道开始执行 中间经过了长达十年的准备期 直到1968年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 整合了当时国内各单位的研究力量 秦宣分担任院长 东方红一号卫星 才开始进入快速的研制阶段 当时的工业水平 与科技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科研团队一开始连设备材料都凑不齐 是的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 科研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终于在两年后将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 电火 没错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是二十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 没有国家相信中国人会把卫星发到太空上去 当时中国万人空巷取无废 说到把卫星送上太空 我们的航天事业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那就是长征系列火箭 长征系列火箭 对 这个我知道 无论是在卫星发射 载人飞船 空间站建设 还是月球探测与火星探测 长征系列火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运载作用 没错 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的天宫空间站 中国航天人毕鲁蓝 终于迈向了星辰大海 真的希望中国航天发展的卓越成果 能被千金森爷爷和与他一起奋斗的老一辈航天人看待 是啊 中国航天事业就是在老一辈航天人所奠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这一切只是开始的 中国人探索星辰的脚步有多一些 我们相信中国的航天事业未来会越来越蓬勃的 这就是今日的内容了 感谢孟姆哥和我们的分享 老郭和小董我们下次再约